三个男人抢卖蛋 鸡蛋玩出新花样 这么一盘 原本上七毛钱的一个价格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卖到一块多 在线上 妇女花样卖大米 还带着家乡父老都赚钱 看他们如何打造家乡新特产 花样赚钱 产业生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富星 说起家乡的土特产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总有那么几样 让自己引以为豪 这些土特产 究竟是怎么被挖掘出来的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 河南三兄弟 让家乡的小鸡蛋变身了土特产 鸡窝变成了聚宝盆 云南妇女俩 从没有人要的 碎米粒当中绝金 还让家乡父老都端上了金饭碗 咱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到底有什么新招法 我研究欺负了 不行 天还没黑 得等天黑的时候 天黑的话 一戳它就落在这树枝上了 这一天 吕天山又带着他的两个合伙人上山了 他们要收一种特殊的鸡蛋 要找这种蛋 首先得看看下蛋的母鸡 会抓吗 不行是吧 是不是不行 抓不着 对 太难了 这鸡是跑得快是不是 对 它会飞 几个回合下来 三人泪得气喘吁吁 可母鸡依旧悠闲地站在树上 屡天山不罢休 又瞄准了一只 这真棒 你看 这就是产弹鸡的特征 机关一般最起码要一只以上 一只以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手指头 一个扁脂这么高 最起码要长这么高 然后机关比较红润 像这个鸡最起码 有八九个月 正是产弹高峰期 这些会飞还能上树 不好驯服的母鸡 就是农户好树根家的母鸡 它的鸡蛋更不一般 第二头 第二头 接着往这看 这边 这边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这儿还有一个 这儿还有一个 咱们鸡蛋首先它的涵盖量比较高 这么高放下去 它不会破的 这随便摔 随便摔 是啊 这可不是假的 这是真的 没想到这些绿壳鸡蛋 还有些防摔的功夫在身上 是真蛋还是假蛋 现场打开一看便知 把鸡蛋提起来 但不是个蛋黄的就像那个荡球仙人一样 这鸡蛋不仅货真价实 还很新鲜 蛋清粘稠 蛋黄能直接拎起来 更让吕天山满意的是 鸡蛋还个个都很干净 通常龙氧鸡都是定时定量投喂饲料的 鸡蛋大小比较好控制 可对于整天在山上跑的散养鸡来说 鸡的采食量不确定 鸡蛋有大有小 蛋壳还很脏 这个鸡蛋可以啊 大小各方面都很不错 比较符合你们的要求 一般都有那个比较脏的那些东西 看它那个比较干净 这些鸡蛋正是好书根养的鸡下的 采访时他还给鸡者露了一手 我能让他睡着 就这样能让他睡着啊 对 左三圈 右三圈 睡着了 不动了 不动了 好书根的绿壳鸡蛋品质不错 可开出的价格也很惊人 我们卖五百万一 我们在这儿卖的 因为它是七天产一个的 很满意 但是价格我不满意 价格不满意 价格还是稍微有点高了 价格有点高了 旅天山他们收普通鸡蛋 最多也只有一元多一枚 可好书根的散养鸡蛋数量少 饲养成本高 更何况能让这些鸡下出干净均匀的蛋 也是有诀窍的 这是个窍门 我一般人物不告诉他 因为一个饿 就是晚上差不多天黑之前的一个小时去喂 吃完就上树睡觉了 第一它产的量上来了 第二个鸡蛋的大小均匀了 这个山里面采用的全面就是这种送针 这个鸡产完蛋之后 如果下雨了 就是雨直接漏下去了 价格一直谈不拢 双方开始了拉锯战 从早磨到晚 直到旅天山他们开出了一个收购条件 好书根终于松了口 如果说就是大小全部包收 全年包销 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考虑一下 旅天山他们敢开出鸡蛋全年包销 并且大小全包这个条件 因为只要品质好 鸡蛋无论大小 他们都有齐招在网上销售出去 并且还能利润倍增 这里是旅天山他们的发货仓库 在这儿奇奇怪怪的事儿还多着呢 这种蛋你吃过吗 可能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记者观察到工人在发货之前 都会有这样奇怪的动作 这一排女工就像是在变魔术 一会儿往上扔 一会儿花样扔 但在他们手里来来回回谈了好几下 这么一盘是吧 原本上这个七毛钱的一个价格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卖到一块多在鲜商 旅天山三人到底有什么卖蛋奇招 旅天山做活勤批发生意已经有十几年 他认识了懂电商运营的吕增宝和吕建飞 三个好朋友决定合伙在网上卖鸡蛋 我们三个人怎么说呢 这个性格差异也比较大 就比如说一辆车一样 它可能就是一个油门一直往前冲 那我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刹车 建飞就像一个一辆车的一个理合器一样 三个人都姓吕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做起事来齐心协力胜似亲兄弟 可就在发出去一批货 三人等着收钱的时候 没想到这笔买卖不仅钱没赚着 还赔了15万元 像那个我们在线下买这个鸡蛋 正常十天八天鸡蛋也没问题 但是谁知道在网上卖这个鸡蛋 就几天时间发出去之后那么多散黄的 客户收到的鸡蛋不是散黄就是破损的 退货率达到20%多 这让他们很崩溃 鸡蛋破损多半是运输的问题 可散黄就是品质问题 鸡天山很不理解 明明发出去的都是不超过五天的新鲜鸡蛋 怎么到客户手里就散黄了呢 你看蛋清还好好的 但就是蛋黄散掉了 当时这种问题 我们整天都是拿着一个一个鸡蛋在咽 但发出去还有这种情况 鸡天山发现导致鸡蛋散黄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鸡蛋不新鲜 而是运输过程中造成的 超过55克的大鸡蛋蛋壳薄很容易破损 而过小的鸡蛋放进盒子里空隙太大不稳固 三兄弟把鸡蛋按重量和大小进行分级 把网络销售新鲜鸡蛋的规定定为 克重在45克到55克之间 还有一样东西也很关键 通过这个稻壳填充衣呢 不影响它的一个透气性 第二来讲呢 它在运输过程中也避免这个鸡蛋的晃动 这样会很有效地避免破损 鸡天山他们解决了鸡蛋运输的难题 把破损率从过去20%降低到0.1%以下 发货前鸡蛋还要经过严格检查 破的不要 然后新鲜度不合格的不要 然后这个外观脏的 然后我们不可以入库 大小适中的鸡蛋卖出去了 那大鸡蛋和小鸡蛋又该怎么卖呢 他们从当地一个特色小吃上 找到突破口 一年再卖3000万元 在河南有吃变蛋的习惯 特别是在夜市大排档上 是男女都喜欢每次必点的凉菜 夏天一晚配着烧烤 然后喝着啤酒 呆紧的 从小家就吃这个 就像我们吃面条一样 形成了习惯 但很多人都把变蛋误认为是皮蛋 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大区别 这个皮蛋我们从松花蛋 它是用鸭蛋做的 我们河南的变蛋 它是用鸡蛋做的 另外打开之后 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 它是这种 金黄的我们称为黄金变蛋 吃起来口感有一点像松花蛋 但是味道没有那么臭 对 它有鹅糯香味 除了颜色不同外 变蛋最大的特点 就是比皮蛋更有弹性 而这也是判断一枚好变蛋的标准 做好的变蛋 在回到仓库时 还不能马上发货 一定要加上这一步 正是经过这一步检验后 能让当地市面上 卖七角一个的变蛋 卖到1.2元 越弹越好 手盖它有什么用 如果回弹那个 没弹性绝对不会发货的 要是这边它要是坏了 它是有水的 检验一枚好变蛋 全凭手感 要像这样将蛋向上抛 落到手中时 明显感觉有回弹的 就是好的变蛋 还可以把蛋放在耳边摇一下 好蛋无声 次蛋有声 通过这样的人工筛选方式 确保发出去的每一枚变蛋 都很有弹性 旅天山他们把一枚变蛋 在网上卖到了1.2元 一年卖出2500万枚 加上鲜鸡蛋的销量 总共卖出5亿枚鸡蛋 实现了鸡蛋 无论大小都赚钱 在南洋 看到他们没上去拿 他们都来 李婷婷家做的是大米生意 有几家农户倒股送来了 去迟迟没来取钱 父女俩有点着急 想第一时间把钱送到农户手里 他们要去的地方叫老燕子村 李婷婷和父亲李文祥之所以在当地这么有口碑 是因为大伙跟着他们种大米都发财了 这是李婷婷家的大米加工厂 但更像是个旅游景点 李婷婷父女俩做了很多同行都佩服的事情 把大米每公斤卖到十几元前 就连不值钱的碎米到了他们手里 也能身价倍增 当地乃至全国各地的人都想来看一看 学一学 我们洪河州的云辉290 这个卖得最贵 加工的比较精致 那些就卖到13块左右 13块5我零卖 云辉290是云南当地的大米品种 这种大米的特点是香润松软 冷不回生 米不沾碗 富含40余种复合维生素及矿物质 营养价值高 村民说不仅米好 他们的做法也有讲究 先用水煮大米 煮至大米可以用手捏成两半 捞出来用波及装好沥水 烧一锅水 放上煮饭的木桶 蒸的时候 用筷子在上面多插几个洞 先煮后蒸 蒸熟的白米饭 绵软 颗粒分明 当时李文祥所在的开远市 阳街乡是产梁大乡 但以种植东北的精米为主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李文祥接触到了云辉290 这个本地品种 因为产量不高很少人种 但口感却非常好 李文祥觉得这样的大米很有特色 就想抓住时机扩大规模 他承诺只要跟着他种 种多少收多少 还开出了一个收购的高价 除了收购价比市面上的大米要高好几倍 李文祥还有一个妙招 李文祥为了让大伙种上这种大米 就想出奖励的办法 大到冰箱踩垫 小到毛巾脸盆 李文祥把老燕子村 作为核心生产基地 通过保底价收购 分红等模式 与农户建立起长久和稳定关系 大家都很意外 几年的时间 李文祥就靠不断进行品种提纯腹状 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的应用 让母产从300公斤提升到800公斤 李文祥看大伙种植积极性这么高 大米的市场反馈也非常好 他就准备把自家小作坊 升级成规模化的大米加工厂 李婷婷看到父亲很辛苦 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决定到米厂上班 本来是妇女齐上阵的完美组合 但李婷婷一到公司 就让父亲勃然大怒 到底是什么事让父亲发这么大的火呢 原来婷婷和父亲商量想开个网店 在线上卖大米 但前妻需要投入一些费用装修店铺 说完这话就把自己的手机狠狠地砸在地上 整个屏幕都睡掉了 小片小片都砸起来了 砸了以后我这个心扑通扑通地跳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看一下那个手机四分五裂了 那个屏幕砸得稀巴浪 我知道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余地了 既然父亲不同意 婷婷决定自己偷偷行动 她天天往农贸市场跑 挨家挨户地去打听 什么样的大米最好卖 当时我就想把农贸市场里面 所有的米全部买回去了 最后销量好的差不多有四五个吧 比如说红米 紫米 黑米 还有糯米这几个做得比较好 所以现在一直在销售 彩色米的搭配 让李婷婷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获得了不小的成绩 如果说光卖白米的话 一个月就卖五十万块钱 如果加上这些五颜右色的米以后 可能就会达到七八十万这个样子了 李婷婷网上卖米 首战告捷 而接下来 她又把大米厂一直发愁的一样东西 卖了出去 左边是成品大米 长度0.7厘米 而右侧的0.2到0.5厘米的 就是碎米 来 你看一下 当时我们饭臭的东西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刚刚生产加工出来的 这些碎米 白白净净的 当时我们就是当做一种副产品了 它的价格只是三块钱一公斤 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 我想让它变得更值钱 为了精选出优质大米 淘汰率自然是高 按照往常 这样的碎米都会做成当地人爱吃的一样东西 耳块 把大米泡透 蒸成熟米饭 等到米粒被冲打成细腻的面块后 再放到案板上反复揉搓 最后整理成这样的形状 称为耳块 米饭饼子烧耳块 就是云南十八怪之一的经典名菜 耳块的吃法多种多样 将薄饼状的耳块 用炭火烤到微微焦黄时 再涂抹上芝麻酱 油辣椒 或腌豆腐等调味料 就可以吃了 李婷婷算了笔账 如果按照常规的办法做成耳块 是能把碎米利用起来 但是价格也就是比每公斤 卖三元高一点 能不能让碎米卖价更高呢 李婷婷想到了用大米酿酒 这几十个坛子都是试验品 李婷婷要做出高度数的酒 这样可以把碎米都利用起来 如果按照以前三块多一公斤的 这个碎米来计算 现在烤出米酒来 卖五十块钱一公斤 三公斤的碎米 可以烤出一公斤的酒来算 这个价值高出了五倍多 李婷婷新招卖米 也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她还在加工厂的这片空地上 增加了游乐设施 种上了不同的植物 养上了可爱的动物 每到周末或是暑期 这样的自然环境 总能吸引来很多游客 孩子们在这里 体验各种和大米相关的活动 筷子加大米的比赛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一把米 一双筷子 一分钟之内 谁往碗里加得多 谁就获胜 李婷婷刚讲完比赛规则 报名的人还不少 有的人半天加不起一粒 大伙看得着急 有的人一粒接着一粒 夺冠不是问题 最后 这位女士 以一分钟63粒的成绩 获得了筷子加大米比赛的冠军 看热闹的人不少 大家都跃跃欲试 有意思的 还是挺好玩的 更感兴趣的 觉得历历皆辛苦 像这个区域主要就是体验 抽耳菜 还有末米浆 然后那边那个小树林里面 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丛林寻宝 还有认识一些植物等等这些活动 李婷婷的新创意 让米香味从这里飘向更远的地方 跟李婷婷父女俩种植大米的农户 越来越多 达到5000多户 企业的销售额也达到6000多万元 大家骨子里都有一种浓浓的家乡情怀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扎根家乡 在土特产上做文章 深挖土的资源 彰显特的优势 拓展产的链条 用新招妙法让土特产焕发新活力 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摇钱树和聚宝盆 好了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顾富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